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 美军组织训练了一支双龙特殊战斗团 这是一支负责专门执行暗杀 破坏和袭击任务的特种部队 其中一部分被韩方空降到三八线以北进行破坏 令朝鲜方面十分头疼 为了瓦解双龙特战团的力量 朝鲜军方决定派出一支特种作战小队深入敌后 很快 朝鲜人民军下属的一支特种兵小队的组长铁宇 接到了侦察部长的任务命令 部长交代铁宇 由他带队悄悄越过战线 在三天之内摧毁敌人特攻队的参谋部 行动代号027 对于这项非常艰难与危险的任务 铁宇小队的特种兵们却表现得十分兴奋 他们发誓要为祖国效力 这支特种小队的成员包括战士永根 吉南 宇赞 长弦等十名战士 他们在队长铁宇的带领下 一直做着刻苦的军事训练 内心早就憋着一股忌 因此纷纷摩拳擦掌 准备和敌人干一场 第二天凌晨 侦察部长亲自送小分队出发 临醒之前 部长告诉铁宇 在韩国境内将有一名女联络员作为接应 对方的代号叫做石榴花 上级已经派遣一个代号叫石榴花的同志 他负责和你们联系 027命令时 第一 打击这支特种部队 是他丧失战斗力 第二 袭击敌人参谋部 调查清楚 空降到我方的 敌人的具体防卫 完成任务的时间 是三天 铁宇带着小分队的战士们一起 在夜色中堕河穿越战线 并很快潜入了敌区 之后 铁宇和战友们乔装呈从战场赴山的韩国军人 乘坐一列火车前往目的地涌川车站 列车车厢内到处都是敌方军人 队长铁宇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内心却在反复回想着 抵达目的地后的街头暗号 下午5点 在永川车站和石榴花街头 街头暗号时 拿在手里的听诊器 这时 附近的一名小女孩的哭喊声 打断了小分队成员们的思绪 不远处有几名流氓作风的韩国特务正在剧毒 一名衣着破烂的小女孩从车厢经过 摔倒在赌桌上扰乱了特务们的赌局 这些特务平日里作威作服惯了 其中一名特务对小女孩大打出手 年轻的战士吉南 从小是贫困家庭出身 看到韩国特务欺负小女孩 瞬间升起一阵怒火 气不过的吉南冲上去阻止韩国特务 双方因此发生冲突 作为铁鱼小队的王牌特种兵 吉南凭借一身过瘾的功夫 将拳头队的特务们纷纷打倒在地 队长铁鱼担心事情闹大 会惊动车上的其他特务 当即冲上前去 狠狠打了吉南一耳光 他装作是随行的军医官 主动给特务道歉认错 暂时化解了这次纷争 然而车厢内的争斗 还是引起了列车上的特务头目 韩军特工对少校张农达的注意 张农达是一名狡猾阴险的特务头目 对铁鱼和吉南等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毕竟吉南一个人就能打倒三名韩国特务 这样的身手绝非等闲之辈 铁鱼早有准备 掏出证件解释说 他们都是从战场回来的伤兵 张农达表面上不动声色 却暗中通知前方车站的驻军 等列车到站之后 立即扣押铁鱼等人 好在机智的铁鱼队长早有防备 他担心没法骗过多亿的张农达 因此立刻带队员们中途跳下火车 改从附近的山林中途步穿越敌区 下午 张农达乘坐的火车抵达泳川车站 年轻的女军英美 按照计划前来接应铁鱼小队 英美就是代号为十六花的朝鲜女情报员 她本名叫做银河 奉命打入敌后多年 对外身份是特工队总部的随行军医 英美迟迟迟没见到铁鱼小队的成员 却突然发现特务桃目张农达下车 他本想迅速离开车站 可张农达却认出了他 主动向他打招呼 英美自称是来迎接从前线回来的哥哥 借此搪塞过去 便匆匆向张农达告别 他知道铁鱼小队没能再约定的泳川站下车 肯定是途中遇到了张农达 因此才放弃街头 双方失去了在泳川站街头的机会 只能既往于小分队能够顺利抵达第二个联络点 如果第一次街头失败 就在第二天同一时刻 来车站茶馆里街头 张农达回到纵部后 向自己的上司美军特务队队长 汇报了在列车上遇到的可疑人员 特务队长已经收到情报 得知北方派出一支特种兵小队潜入境内的消息 并命令张农达务必活捉潜入的北方军人 借此掌握北方的情报 与此同时 铁鱼小队的战士们正在山林中昼夜奔袭 为了能够尽快赶到第二个街头地点 战士们需要一每小时三十里的速度急行军 同时还要翻山越岭 攀爬峭壁 铁鱼小队的战士们翻越了一座山头后 抵达了当地的枣字沟 这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和尚庙 队长铁鱼发现附近的树林内有韩军港上 因此产生了怀疑 他让手下的战士凤南悄悄靠近 除掉战岗的韩国士兵 凤南跟着对方进入了和尚庙内 却发现这里竟然是拳头队的一个秘密据点 极致的凤南撑着拳头队 在院内洗澡的机会 用飞刀杀死了一名战岗的士兵 并将他们的武器丢入水井内 凤南因此陷入敌人的包围 只好被迫迎战 队长铁鱼见凤南迟迟没有归队 吩咐战士永根和昌贤 一起进入和尚庙 接应凤南 两人进入和尚庙内 见凤南被人围攻 已经明显处于劣势 昌贤和永根立即加入战局 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博上 凤南 当心左边 兔崽子 双方展开了一场 一场恶战过后 铁小队的战士们计高一筹 三人将十几人的韩军士兵 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消灭了这支盘踞在 和尚庙的特工队 很快 美军特工队长接到了情报 得知和尚庙全军覆没的消息 让他怒不可 特务少校张龙达分析后认为 拳头队的战士都是被击中要害而死 显然并非一般的敌人能做到 对方极有可能就是潜入境内的朝鲜特种兵小队 美军特工队长居次分析后认为 北方特种兵既然能穿越枣子沟 证明他们是在一路向西奔袭 那么下一战就会经过黑打岭 他立刻命令手下的大队人马 赶往黑打岭方向追击 当小分队赶到黑打岭的时候 敌人已经包围了整座山头 并展开了大范围搜索 为了能够及时赶到第二个街头点 战士羽在主动请应 由自己引开驻扎在山道上的敌军 面对眼前的困境 队长铁虽然内心不忍 却只能批准了羽在的行动 当铁虽带领小分队走远以后 羽在朝着附近山林的反方向奔袭 并主动开枪射击 利用枪声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爹很快发现了他的踪迹 羽在且战且退 试图拖住敌人 寡不敌众的羽在 最终被敌人的子弹打伤 但他仍然不肯放弃 顽强的与敌人战斗着 与此同时 趁着羽在拖住了敌人的机会 铁虽带领其他战士 一起穿越了黑打理 夜晚 队长铁虽让战士们暂时休息 并吩咐联络员 用随身携带的电台 给总部发电报 汇报他们现在的位置 战士铁虽对自己在火车上的鲁莽行为 感到非常后悔 认为是自己导致了小分队的行动暴露 如今又连累了战友羽在 因此情绪有些低落 觉得自己会拖累小分队 队长铁虽安慰了吉南 鼓励他作为一名军人 无论在何种逆境 都要坚持战斗下去 连累大家 吃这么多苦头 吉南 战斗中最可怕的 不是牺牲 是丧失了胜利的信心 懂吗 记住 他带来的后果 比死更可怕 经过一夜的跋涉之后 铁虽小队的成员们 终于抵达第二个街头地点 这天下午 队长铁虽换上了一身西装 出现在市区的酒吧内 其他成员则患上便衣 在酒吧附近放上 却没想到 特务队长张龙达 竟然发现了他们 也跟着来到了酒吧 坐在对面的一张桌子上 暗中观察着 队长铁虽不动声色 但内心却很焦急 他知道张龙达是来抓自己的 对方之所以没有动手 是想要趁机抓捕 跟自己接头的人 铁虽在那些暗思考着对策 时间来到五点 代号为十六花的女联络员 因为出现在酒吧 他坐到了附近的一张桌边 看见附近的铁虽 主动在包内取出一件 用听诊器放在桌上 这是双方约定的街头暗号 铁虽却不敢轻举妄动 这引起了英美的警觉 他看向铁虽坐的位置附近 赫然看到了戴墨镜的特务队长张龙达 聪慧的英美当机力端 放弃街头并离开了酒吧 等英美离开后 队长铁虽仍旧安坐在酒吧内 借此拖住张龙达的注意力 此时 守在门外的战士吉南过来通知 十六花已经安全离开 他们准备撤离 张龙达迟迟见不到街头人 有些沉不住气 却没想到 铁虽竟然反客为主 主动坐到了张龙达的桌前 冷静的与他展开对峙 张龙达用眼神示意 让手下出手偷袭 然而阴影的队长铁虽早有防备 立刻出手反击 将身边的张龙达打倒在地 引发了酒吧内的混乱 此时守在门口的战士勇根等人 也与张龙达的手下展开了混战 铁虽小队的成员们 各个都是身手不凡的战狼级特种兵 面对人多事中的敌人 依旧不落下风 中人成功冲出了酒吧 来到了附近的街道上 引发人群的骚乱 此时附近的警卫队感到想要围剿小分队 铁虽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小分队成员趁乱抢走一辆敌人的军车 一路横冲直撞杀出重围 这时附近的铁路上一辆火车经过 伸手脚尖的小分队成员们 趁机爬上火车逃走 队长铁虽和战士吉兰 一起来到火车头的驾驶室 控制了这辆火车并加速击驰 敌人驾驶着摩托车 在后面一路追赶 当火车经过一座桥洞的时候 一些敌人趁机从大桥上跳到了火车车顶 并疯狂的向车头扑来 小分队战士们只好爬上车顶 端着重锋枪向敌人射击 眼看敌人越来越多 吉兰闹着生命危险爬到了车厢连接处 解开了车厢与车头之间的挂钩 将车厢的敌人甩在身后 正当吉兰向车回驾驶室的时候 不甘失败的敌人 却朝着吉兰猛烈射击 最终吉兰身中树弹摔下火车 他无声的倒在铁轨上 再也没有动态 铁虞和永根等人见到战友牺牲 内心悲伤不已 却只能看着身后战友的尸体 继续朝前驶去 傍满失分 小分队终于在第三个联络点 和英伟同志顺理接头 与此同时 侥幸从黑打岭包围中 扑困的战士于在 也前来与小分队会合 英伟和于在得知吉兰牺牲的消息 十分难过 战友永根更是痛哭流涕 提鼓励大家向勇敢的吉兰